在黑板上的笔记呢 在左半部 我是先从 针对发展的影响因素 这四大因素来谈起 所以你会发现 我一样 就是说 因为我们之前讲到发展的影响因素 就是包含遗传成熟环境跟学习这四个 那我是先从先天跟后天的角度 先去做分类 我先用先天跟后天的角度去做分类 所以先天因素代表 它已经怎么样 与生俱来就被决定了 所以代表它其实是怎么样 不太有办法透过后天来改变 不太有办法透过后天来改变 所以尤其像是遗传 那遗传的因素 单纯遗传的话 那我们就会带出一个 所谓叫做遗传决定论的概念 所以高尔顿 Golden 他就是觉得说 站在优生学的角度 站在优生学的角度 他就觉得说 哎呀 你如果要让个体发展出一个 很优秀的后代 那你当然要去选择一个基因非常优良的人 那基因非常优良的爸爸跟妈妈 那这两个人的基因一定是很优秀的 那配出来的小孩一定也是优秀的个体 所以不管你事后的环境怎样 那你的后代子子孙孙一定都是非常的优秀 那一定非常站在一个非常进化的角度 那这是高尔顿的一个概念 不过你会发现 那这样子的概念好像就是怎么样 完全不用透过后天的教育去改正一个人的发展 所以很明显这个地方的考点就比较少 所以除非他考跟遗传基因相关的观念 否则基本上高尔顿他比较不会出现 因为他只有单纯在讲到遗传的决定 好 那么在成熟论的观点 似乎我们会更加的在看 世性教育这一块的观点 所以像格斯尔皮亚杰 他们都是站在一个比较怎么样 好 这个我们所谓的这种自然发展的观点 好 自然的发展观 所以我们不要去压苗助长 对不对 不要压苗助长 我们要顺其自然 好 要顺其自然 所以成熟论所带出来的概念就是 好 不要 压苗助长 所以我们要让孩子怎么样 顺其自然的发展 好 我们要顺应自然 是灵事性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地方牵扯到教育哲学 同学 这个地方自己可以跟教育哲学连结上来 如果跟教育哲学连结起来的话 他会跟卢梭相关 因为卢梭它是一个自然主义的观点 记得吗 好 自然主义的观点 所以这个地方你甚至是可以怎么样 做一个连结 好不好 你这个地方甚至可以做一个连结 就是我们在卢梭 卢梭的自然主义的观点 他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成熟决定 好 自然主义的观点 他其实就认为说 哎 其实啊 小孩的一个发展 你不用太怎样 太过于去紧张 不需要一定要怎么样 赢在起跑点 好 所以我们应该要顺应自然 好 所以孩子呢 与生俱来 他就是一个善的存在 他就是人 人性本善 所以小孩生下来 他就是一个善的存在 好 你反而是接受教育以后呢 他才怎样越来越坏 好 所以我们应该要 崇尚自然 好 崇尚自然发展 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 哲学的背景出发 好 事实上其实Gasell的观点 蛮像的 好 就说你要教小孩可以 可是你要给小孩的东西呢 应该要站在他的成熟阶段 去教 好 所以你不要给他太多 跟他的年龄不相关的东西 因为他学不会 好 他学不会 所以当我今天从成熟论的角度 去看 是灵 是性 他就会是在这个地方的重点 好 所以我们要根据孩子 所以同学你注意哦 我们再讲到课纲 尤其是幼教同学 你会听到我们的课纲里面 有所谓的什么 分灵学习指标 对不对 按照不同的年龄 给予不一样的一个学习的目标 他其实也是站在一个成熟论的角度 好 所以课纲里面其实是有的 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不要压描助长 所以其实卢梭 他也是我们在课纲当中的一个哲学 哲学的一个基础 哲学的基础 好 所以这是成熟论 成熟论 好 那所以很显然 除了个Sale之外 皮亚节我们昨天讲到认知发展 就是我们在另外一堂课教育心理学好的课程当中 其实已经跟各位分享到皮亚节的认知发展 他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会有不一样的特质 对不对 我们昨天讲过 所以这个皮亚节的发展阶段当中 他其实就是一个顺应自然的概念 小孩进到这个年龄 他就会有这个年龄该有的特征表现 好 这是成熟论 好 那另外呢 在后天因素当中 在后天因素当中 那么这个环境 环境 他会带出环境决定论 所以表示说 哎呀 你原本先天因素是怎样 你的基因组合是什么 这不是我的重点 所以你只要环境塑造得当 环境安排的好 那这个小孩 他就会受到环境所影响 长出这个环境该有的样子 所以进朱者赤 进末者黑 好 所以行文学派 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我们在讲到学生学习行为的塑造的相关的理论 那特别要记得这个地方的行为 好 因为行文学派的重点是在强调行为的塑化 我们要去把学生这样捏捏捏 捏成我们希望他成为的样子 所以特别记得这个地方的行为指的是外显的行为 行文学派 他其实不管你内心怎么想 好 你内心怎么想 你能不能够认同我这样子做的做法 我才不管 好 我不care这种东西 我只在乎你表现出来的行为 是不是我要你做的这个样子 OK 所以他就会透过一些什么增强啦 惩罚 好的 这一些方式来影响到你表现出来的行为举止 好 来表来影响到你表现出来这些言行举止 所以你做的好的我就给你奖励 做的不好的我就惩罚你 OK 所以透过那些方式来影响你表现出来的行为 所以像华生 他是行为学派的创始人 Watson 再来巴夫洛夫 记得吗 巴夫洛夫他是 古典学派 对不对 古典制约 古典制约的学者 古典制约的学者 那么桑代克跟Skinner 我们会说这两位他是属于操作制约的学者 那其实操作制约呢 挺好 操作制约事实上是Skinner提出来的 事实上是他 操作制约其实是Skinner提的 只是因为Skinner的理论 他是受到桑代克的影响 因为桑代克是Skinner的老师 所以是受到桑代克的影响 所以进一步的去延伸他老师的这个实验 好 那最后呢 建立了这样子一个操作制约 那操作制约可以叫工具制约 操作制约可以叫工具制约 不过这个行为取向的内容 我同样会在教育心理学那堂课 再跟各位进一步的去做研究 就是会在教育心理学那堂课去做一个探讨 好 所以操作制约 古典制约 他很显然就是在行为学派当中的两大理论 两大论点 那既然名称不一样 代表他里面在讲到学生的 就是说个体的行为的表现 那个原理也是不同的 古典制约 他比较强调在生理的表现上 比如说你听到的声音 就会流口水 好 这种生理的制约 生理的表现 比如说你听到少女的祈祷 那个铃声 你就会想要怎样 收垃圾 倒垃圾 丢垃圾了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制约 比如说 你看到时间一到 你就会不自觉 想要打电话给谁谁谁 有没有时间到了 所以如果假设没有做这件事情 你就会浑身不对劲 有没有 那就是一个习惯 一个制约 那如果是操作制约 他看的反而是 你做了这个行为以后 你会得到什么后果 所以操作制约 他很强调的就是一个后效 后来的效果 后来的效果 做了这件事情 他会得到什么结果 那这个结果 有没有办法让他开心 让他喜欢 如果他很喜欢 那他就会重复的做 那如果他是受到惩罚 他很辛苦 他很可怜 对不对 那做了这个动作 反而被处罚 他就觉得好害怕 所以他就不会继续做这个动作 好 所以操作制约 他看的是 你做了这个行为以后 得到什么样子的对待 而决定 你到底要不要把这个行为学起来 OK 所以他完完全全去看 你这个环境当中 存在的哪一些因素 有没有办法让我习得这个行为 好 所以 这个是操作制约的概念 这个是操作制约的概念 好 再来 那这个是环境的决定 我完全不看任何的 这种主体性的 主观的行为 所以你会发现在环境决定论里面的个体 它是属于被动的角色 可以吗 它是被动的 因为受制于环境的约束 可是如果是学习来同学 这个地方各位要小心 因为学习的这个因素 它可以再细分 你看我这个地方怎么写 我在学习的这个因素里面 我把它分成主动跟被动 如果是讲被动的学习 被谁动 就是被外在的因素去驱动 所以如果是被动的概念 它谈的就是 你在题目里面会看到的学习理论 那这个学习理论 它讲的就是行为学派 所以你看到我这个地方完全画了一个等号 对不对 这个就是等号的概念 这是等号 这是等号的部分 所以其实学习理论 学习理论跟行为学派 它讲的完完全全就是同一件事 完完全全就是同一件事 行为学派它就叫做学习理论 行为学派就是学习理论 所以你在题目当中 有时候会看到它这样子的一个叙述 它不会写行为学派给你 它会直接说 针对学习理论的内容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这样子 好 所以如果是讲被动 那就是在讲这个地方 可是如果是主动学习 同学主动学习代表个体 它会因为内在的需求 同学 所以如果你从动机的概念 那我讲深入一点 因为其实我们在教证里面 很喜欢考动机的这个观点 动机那就看 是什么样子的原因 促成你去做这个动作 OK 所以如果你的原因是受到外在的因素 因为有奖励所以你做了 那很明显 外在的动机 那个体它就是一个被动式的学习 可以吗 那就是在讲行为学派 对不对 所以我们刚刚讲吧 增强 有诱因 你是因为有礼物所以做了 对不对 你是因为被惩罚所以不敢做 OK 所以那个外在的因素 促成了你的行为动机 你的学习动机 所以如果是讲被动的学习 它看的就是一个外在的动机来源 可以理解吗 可以好 那如果是内在动机 那它看的就是一个主动 所以你可以 你甚至是可以在这个地方 连结动机的这个观点进来 好 来被动的这个地方 你可以假发讲 它就是一个外在动机 受制于外在的因素 被外在因素所影响 所以个体的学习是一个被动式的学习 那如果是主动 主动因素 那它看的就是一个内在因素 内在的动机 所以内在动机往往是因为兴趣 或是需求 有兴趣 有需求 所以它会主动的去学 会想要去学 所以我们现在在谈问题解决教学法 我们在谈让孩子有所谓的核心素养 他有那个建立这样子的一个素养 而这个素养 它看的就是小孩有没有办法运用他的能力 来解决他生活上的问题 所以其实现在不管是幼教还是小教 甚至就是不管是这个幼儿园的课纲 还是108课纲 其实我们强调的就是一个核心素养的概念 那这个核心素养的那个素养 其实讲的就是小孩到底有没有办法去运用 他有没有办法把他所学到的东西 用在他的生活上展现出来 而这样子的一个展现就是一个素养的表现 比如说我今天学了 看了一本书 那我在这个看了这个书 阅读的这个文字当中 我理解他以后 我有没有办法实践出来 比如说我去读了跟环保相关的书 那我读了这个东西以后 我到底在我的生活上 有没有办法实践环保的意识 有没有办法展现我的环保的素养 环保的概念 那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素养的展现 那个就是一个主动性 主动性 所以来自于你的需求 来自于你的这个兴趣 所以这个地方带出来 因为你是由内而外 外发就是由内而外 这个展现出来的 所以那个就是一个认知取向 或者是我们所讲的人本取向 我们都可以把它是看在 把个体视为是一个主动学习 主动发展的个体 所以你看哦 认知 你从这个字面上去看 认知 认识 并且知道 认识 就是我接收到这个讯息 可是我还不理解它 知代表知觉 知道 所以表示说 哦 你接收到这个讯息之后 你进一步的去理解它 那理解它就是一个思考 你会去思考 会去做运思 会去看它的这个因果 你会去思想它的里面的原因 好 所以那个就是知的部分 有意识的部分 所以在认知取向里面 它很重视一个人 到底怎么想 你的思维逻辑是什么 所以各位 你只要看到认知 拜托你直接联想到主动 拜托你直接联想到有意识 所以这个地方 我在最后的两堂辅导的课程里面 我们今天就讲发展 对不对 辅导没有 辅导是另外两堂课 在辅导的课程里面 我就会教大家 从 因为到时候辅导 我们一样会有理论 那那个理论有 名称有很多人都不一样 你只要在 这个 这个辅导的理论 辅导资商 那个治疗技术里面 看到认知这两个字 你就能够马上去解读 它就是要你去从思考的部分 去解决你本身的焦虑 所以认知取向的学者 他的那个资商的方法 认知取向的治疗 通常就是教你怎么想 我举个例子来讲 这个我们在后面辅导的课程会教 比如说有一种治疗法 叫做什么 理性情绪行为治疗 那个就是认知取向里面的理论 理性情绪行为 所以他说 一个人为什么会焦虑 就是因为你胡思乱想 就是因为你胡思乱想 比如说 我好害怕考试 这考试我好焦虑 我好紧张 我觉得我一定考不好 认知学派的学者 他就跟你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想 他没那么恐怖的 你换一个角度想 其实你还是怎样 你还是有机会 可以考得很好的 你只要做了什么 把这些步骤做完 你的能力是会提升的 所以给自己信心 告诉自己 其实你怎么做 可以解决这个方法 所以他是站在意识的层面 告诉自己说 那个都是因为 你自己在那边乱想 你只要换一个方式去说 就好了 你的焦虑就可以被解决 好 所以那个就是 站在认知的角度 从意识的角度 去思考的 好 所以像比如说皮亚杰 所以你看 皮亚杰我出现在两个地方 对不对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 四个阶段 然后讯息处理理论 所以这几个基本上都是在 认知取向当中 很典型的学者 他的一个理论 所以皮亚杰是认知发展 对不对 然后呢 讯息处理 讯息处理 为什么没有写学者 是因为他 讯息处理观点的人太多了 所以基本上 我们在考的时候 我们不会有个 代表性的学者出现 我们就没有再讲是谁 那 维高斯基来听好 维高斯基 你在不同的课本里面 他会被放在不一样的地方 我看过太多太多 本发展心理学的教科书 那因为是原文嘛 那原文来讲 因为不同的作者 他做的一个分类 的一个方式不太一样 维高斯基 有人会把他放在认知取向 有人会把他放在 环境脉络取向 那其实都对 其实都对 就是看你怎么去解释 因为维高斯基的理论 他的名称 我写给你 他的理论的名称叫做社会文化 社会文化建构论 社会文化论 社会文化论 或叫做社会建构论 社会文化论 或叫做社会建构论 所以他会去涉及到文化这两个字 那文化他就是跟整个大环境有关 这个时空背景 所以你要注意到就是那个文化 代表着时间 空间 空间 地点 时间 空间跟地点 所以他会受到整个环境的走向的影响 像比如说现在我们算是后疫情时代 对吧 所以大家就开始卸下心房 开始这样出国啦 不戴口罩啦 对吧 等等 那甚至是我们都觉得说 大家都已经打了疫苗 打了好几剂了 你们都打几剂啊 三剂三剂 有些同学好像打过四剂对不对 然后呢 对啊 现在是不是可以打到四剂还是五剂 反正我知道我爸已经打了四剂了 然后有些幼儿园的孩子也打了好几剂了 两三剂之类 可是有些人是没打的 OK 所以我要讲就是说 在整个文化系统底下 在整个文化意识底下 我们的行为其实会受到这个文化而有所影响 好 所以他会跟环境有关系 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书 他会把它放在环境脉络 他也会把它放在认知 都对好不好 所以不要去纠结说 为什么这个课本这样写 那个课本这样写 哪一个对都对都对 好所以他我们昨天的教育心理学的课 有跟各位分享过 维高斯基他是觉得 一个人的认知的发展 会受到他跟别人怎么合作 对不对 老师怎么示范给你看 老师如果有教你 同学有教你 你就会了 所以那个就一定要透过外在的 跟别人互动的一个语言 我们都透过语言的这个流动 那可以让个体的认知去增长 可是有个老师 那你为什么要讲主动呢 你是受到环境文化影响 那为什么不是被动 你们有没有这层疑问 为什么维高斯基会放在主动的观点 而不是被动 为什么他不算被动 你不是说吗 老师教你才会啊 同学跟你讲你才会啊 你们是合作学习 所以你会了啊 对不对 所以你是因为受到老师的影响 受到同学跟你说你才懂的 那为什么是主动观点 不是被动观点 有没有人要跟我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你觉得我的 我问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合理 对吧 蛮合理的 因为我觉得 就我这样子的解释 因为我刚刚讲嘛 维高斯基他是社会文化论啊 他就觉得说一个人的个体认知 认知的发展就是因为要跟别人互动啊 所以这个小孩 我昨天举的那个例子不是拼图的例子吗 小孩本来只会拼十片拼图 那后来他跟同学一起互动 那个同学很会拼 所以那个同学教他怎么拼 怎么拼 所以后来就学会了 所以最后他自己可以从十片拼到八十片 对不对 昨天的例子是这样 对啊 那为什么 为什么他叫做主动的学习 不是被动的学习 内在动机 我知道你想讲 他跟别人互动的时候是主动的 他跟别人互动的时候是主动的 所以不是有人拿着一把刀 加在脖子上头 你给我学 对不对 好 所以你看哦 我们昨天讲到维高斯基的社会文化论的时候 我那时候不是画了一个图吗 我拉到这个地方 我拉到这边来写 我们讲到他那个理论的时候 他是他本来的能力在这里 然后后来他跟一个很厉害的人互动 或是老师教他 那后来他就慢慢的学到那个技巧 之后他就毁了 所以他的能力是从这边提高到这边 对不对 那我们昨天是不是说 这个地方叫做他的进策发展区 好来 刚这个同学讲得很对 动机 然后再来就是 因为他的这个主动的动作 就是说 他从这里 懂到这个地方 是因为他自己思考 你看哦 我本来不会拼拼图 结果你告诉我方法 你告诉我方法 可是如果我自己也没有去思考 我没有去记住这个方法 我没有去理解他 其实 我自己拼拼图的时候 我还是不会的 所以 他所重视的点 就在于别人给你这个讯息以后 你会去思考 然后你自己学会了 所以 刚才同学讲到内在动机的部分 因为我自己想要知道 所以当你告诉我的时候 我会去思考 然后我就会主动的在意识的状态之下去理解 所以我的能力就展现了 就提升了 这个概念跟行为学派的学会 完全不一样 行为学派是因为 外面有这样子的一个压力存在 所以 你因为这个东西的存在 而被迫式的 改变了你的行为 可是他不是 他是来自于自己愿意 有意愿的 他是来自于自己本身的意愿 所以他增进了 所以他昨天 这个教育心理学大学我跟各位讲过 如果你去教一个小孩 他能力范围以外的东西 基本上他学不会的 他就不可能增长这个部分 他就不可能的 对不对 你如果讲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微积分给他听 他听不懂 他是不可能长上来的 因为他无法理解清楚 这样懂我的概念 所以他会放在主动的原因就在这 好很好 那Brunner也是一样 因为Brunner提音价 然后他也提所谓的这个 这个我们讲说这个表征系统论 所以他也是强调 个体会有个主动的探索 然后在环境当中 他就会去学习到某一些概念 所以他也是主动性的 他也是主动性的一个发展 他也是主动性的一个发展 好那么再来 这个是认知取向 那么人本来听好 人本在课纲里面出现的角色很多 所以其实在考题当中的人本 他出现的频率还蛮高的 以人为本 同学我要先告诉大家 人本跟人文完全不一样 人本跟人文 人文取向完全不一样 基本上我们在教育学当中都考人本 所以如果选项出现人文 基本上他不太会是正确答案 他就是拿来模糊焦点 好来 人本人本 以人为本 以学生为本 以学习者为本 好所以你只要听过任何有关 以学生为中心 以学习者为中心 以幼儿为中心 以儿童为中心 那一些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人本心理学的哲学观点 好那么既然以人为本 表示我们重视人的价值 所以其实在人本取向当中 他不太会告诉你 你应该怎么做 因为他会有满满的尊重 他会有满满的尊重 所以这个地方连结到我们后面要教你的辅导的理论里面 如果是人本取向的辅导资商 你不会看到任何指导性的策略 因为那些资商师他就是觉得 没关系我听你讲 你就慢慢的跟我说 说完你就会心里面好过很多 然后你就会觉得生命充满的希望 你就会看到未来 所以人本心理学 人本的辅导 他就是像比如说我们之后要讲到那个Rogers 好Rogers 个人中心主义的 他就觉得没关系 我就听你讲 我是非常的无条件的积极的聆听 尊重你 然后我会有同理心 所以当你感受到我的同理的时候 你就觉得有人懂我 你心里面就没事了 你就会自己找到解决的路 所以你看他说人性本善啊 而且人有什么天生的倾向是不断的想要往越来越好的方向走的 所以你不用你根本就不需要去跟他说什么 比如说像有些人他心情不好来找你诉苦 你觉得他是想要听到你跟他讲什么建议的方案吗 不是他只是想要跟你诉苦而已 你只要听他说就好了 所以你听他讲 你跟他说我了解你 我知道你很辛苦 我懂你 他就跟你说好了没事了 隔天他就是一条活龙这样 所以这个人本的角度去讲 人他是有与生俱来先天 他会有一个越来越好的倾向 好还要更好 所以我们都会有个超越 我们都会想要越来越好 越来越卓越 应该没有人希望自己越来越差吧 不会 我们都会希望自己越来越好 所以人本取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好 所以像Maslow Maslow他就是很重要的需求层次论 需求层次论 然后Rogers Rogers通常他是出现在那个辅导智商 不过因为你们考试不会分什么科目吗 因为都考 所以之后在这个个人中心 个人中心治疗 这个当事人中心治疗里面 其实我们也会讲到这个概念 那个Koms Koms他是重视情义的面向 他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知 情 义 三方面都不可缺乏 知识 情感 还有这个意义 就是意识的这个部分 觉知的部分 这三个面向都不可以荒废 不可以偏废 所以要均衡发展 特别是重视情义的这个部分的概念 特别是重视情义的这个部分的概念 好 那这个地方我要来做延伸 来跟课程教学拉扯上一些关系 来 我们刚刚讲 既然是人本人本 以人为本 所以表示 我们会很重视一个人 完完全全的发展状况 所以这个地方会跟 我的 不好意思 这个位置有点小 全人教育有关 好 看到人本取向 你要去联想到全人教育 你要去联想到 完行心理学 完行心理学 不过这个就是比较偏向在教育心理学的章节里面了 这个我就留到教育心理学的跟各位做分享 好 只是你先补充起来 因为我其实一直跟同学讲 你不要有分科的笔记 你的东西应该是要综合性的 主题性的 你就把它记在同样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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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块 好 用主题的方式去记 你这样子之后看到的笔记 就会是个同整性的东西 你自己回去自己在读书 在做整理的时候要这样做 所以你应该要有另外一个自己读书的笔记本 把你所有读到的相关的东西 把它记在一样的地方 好 所以上课的笔记上课的笔记 可是我相信你们回去会在自己做整理 那我就曾经听过有些同学会是这样 上课的时候你们抄我老师的笔记 结果回去自己读书的时候 是把你上课的笔记重新腾一遍 就是重新照本宣课再抄一次 不要这样做 那个叫浪费时间 你应该是要把你抄回去的那个老师的笔记 总会贯通 然后你自己要边读边解释给自己听的时候 把它整理起来 所以你看你现在上我的发展 然后你还会有上教育心理学 你可能还会上到其他老师的相关的课程 那都会讲到相关的理论的时候 你就要把这个东西补充在一样的地方 好 那它就可以去让你原本的知识结构 更加的扩充 你就可以去用结合的方式 把你的概念整个做个统整性的东西 其实我上课也是用这样子的方法 不然你看 试灵这是在课程的东西 完行心理学是教育心理学的东西 可是我一样在发展的地方就给你了 我不会完全都只有讲这个东西 这个科目里面的内容而已 一 esperando你 我从bt师面看 你 Έ